最後再擠上鮮奶油 這樣就很適合聖誕節的時候也可以用 今天要介紹三杯Shot跟一杯深水炸彈 其實Shot就是一口酒 意思很適合大家在年底要半趴的時候 可以count的比較快,比較節省時間 那我們今天教的Shot都是非常簡單 大家其實都在加一點可以自己動手製作 那我們今天介紹第一杯就是經典的Blojar 那我們會使用到咖啡粒口酒 然後牛奶跟鮮奶油 一開始我們可以先倒入咖啡粒口酒 那其實正常的酒婦的話我們是用Blojar 但是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鮮奶的感覺 所以我會用鮮奶 然後把它做成像一個拿鐵Shot的那種感覺 然後最後再擠上鮮奶油 那這樣其實就完成 那其實它這杯正確的喝法就是 直接這樣含住那個杯口然後直接這樣喝 但是因為那畫面真的是太不雅觀 我就先不示範了 那第二杯的話我們是有茶的元素的Shot 那我是用白香果 然後手錶茶跟Whiskey 手錶茶呢就是 大家喝的泰式奶茶的茶底 裡面有加一些糖 因為本身它比較苦澀 然後比較strong一點 所以我會加一點糖 然後去 綜合白香果的酸度 跟酒比較辣口的那種感覺 不做shaking的動作 那我就直接直調 然後就拿一個新鮮的白香果 然後放在這下面 這個放的多寡就是看大家喜歡的酸度跟火香 手錶茶本身蠻苦澀的 所以會建議加一點糖 然後再下一些Whiskey 不建議太多 是這樣 那剛剛提到的手錶茶 其實就是大家喝到泰式奶茶的茶底 就是煮法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這杯的感覺 那其實這杯感覺就是比較偏熱帶果香 然後因為有加手錶茶 所以它的白香果的酸不會那麼高 那它其實蠻適合就是 比較party前面輕鬆的那種Shot 第一個Shot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來做第三杯的蘋果派 那我是用蘋果汁 就是一般的就是你們買的到蘋果汁 然後再煮肉桂跟丁香 熱紅酒有點像 也可以放一些就是你們常放的香料 然後我配的是過桶的肉 然後再來是擠上鮮奶油 那我最後會再灑上這個小糖粒 那其實這個就是烘焙行都可以買到的烘焙裝飾 先倒自製好的蘋果汁 那量也一樣是看自己個人喜歡 過桶的肉 最後再擠上鮮奶油 然後最後我們撒上一些糖粉 那其實這樣就很適合聖誕節的時候也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來喝喝看這杯 那其實這杯喝起來就很像在吃蘋果派的感覺 然後再帶一點酒精感 我這邊我自己是用棕色烈酒比較多 因為我覺得桶的味道跟蘋果派味道很大 那如果想換成Brandy或是其他威士忌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再下一杯 下一杯的話就是我們的 Dipbomb 任何一種啤酒加一個烈酒其實都算Dipbomb 它也是讓大家醉了更快的一種酒 那我們先換一下材料 那這杯的話我是用18天 然後再加上清酒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變換自己想用的啤酒或是烈酒 因為我原本想說我是要用高粱 但我覺得最後還是我要自己喝 那我還是收斂一點好了 所以那我們就直接先加18天到大的杯子 建議會拿大一點的 然後倒到你自己喜歡的量 這個下杯的話就是倒烈酒用的 你可以換任何一個喜歡的 然後還是大家注意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濃度非常的高 它叫深水炸彈 原因就是因為它喝進去你整個人 裡面的酒精感都會整個炸裂 那它的喝法就是直接裂酒 然後丟進杯子裡面 所以建議要選一個厚一點的 那其實它的Shot那個裂酒丟進去之後 它其實會自動就是因為它掉下去它酒會衝上來 那它其實就已經完美的融合在裡面 那大家如果在party的時候 非常欠酒精的時候可以直接這樣玩 然後喝起來感覺其實就是 啤酒跟清酒的味道 你會感受到非常strong的酒感 那今天介紹的這三款 Shot跟這款深水炸彈 那其實它都是在家裡非常好 就是自己製作的 在party上也非常好操作 也可以成為party一個很有趣的一環